嗨,我是宝可梦 今天大家过得都还好吗? 我们今天的主题呢 非常的开心哦 就是来到了玉山Uber卡 我们拿到了这张新的卡片呢 这个粉色卡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等等开箱给大家看 那今天还有要跟大家聊一些很重要的议题哦 包括就是2020年的下半年 这个玉山银行它的走势会是怎么样 宝可梦提出了一些个人的新的观察 提供给你参考 当然没有办法保证说一定会这样走 但是呢的确是有一些趋势 可以看得出来玉山银行已经慢慢的往一个 大家比较不愿意看到的方向走了啦 唉,好来往下哦 今天的重点呢三个 第一个新卡面粉粉来袭 开箱给你看 第二点玉山Uber卡的权益呢 再跟大家做一次完整的review 如果你还是不知道这张卡片到底有什么优惠的话呢 一定要来看这支影片 第三个重点呢是下边年的动向预测 就是给大家做个参考啦 个人的这个产业观察这样子 好来,那就来到我们的第一个重点啦 新卡面粉粉来袭 我们要来开箱给大家看了啦 好来,当然就事不宜迟立马就是把它剪开来 然后呢你就会知道当你申请下这张卡片不论新救护你就会收到上述的这个东西 那我就是稍微先把那个个资给遮一下 那大家也知道就是玉山的Uber卡其实在下半年已经就是变差了嘛 所以它到底值不值得留呢 我觉得你还是要就是看了这支影片之后再自己决定啦 好来,看一下喔 这个如果你是新申请这张卡片你拿到的会是一个开卡案 这个开卡案的正面呢就是你的个人资料 然后就是信用卡的相关资讯 那背面的部分呢就是这个信用卡的权益书 那也别忘了就是字小归小 还是要看一下啦 那我现在把这个信用卡就是撕下来 那它这个卡面其实正面的部分它有这个叫什么 这叫QR Code吗 不是QR Code 对,它有一个这个开卡用的QR Code 那我现在把它撕下来 你就可以看到 噠噠 哦,有没有 这个正式的卡面呢 那其实是这样子 那你会发现它的下半部其实是有点透明的 你有看到吗 我的手指头在后面是看得到的 所以这部分的话呢 我个人觉得是一个蛮有巧思的设计 那因为我的灯比较强 所以你可能比较看不到这个卡面的颜色 但事实上它是粉色的啦 它真的是粉色的 那大家可能会想要知道说这个 呃 那个另外一个绿 黄色的到底长什么样子吧 好,等我一下我去拿 呵呵 我刚刚忘记把它整理起来 所以现在的部分呢 来 Pokemon卡侧在这里 我来 开给大家看哦 这个 大家一定很期待 因为毕竟看Pokemon的频道就是有一大堆 这个图片可以看哦 那像这个的话 是我当初选的是黄色的 然后这个是粉色的 那你就会发现说 其实它们的熊呢 其实是一样的 在那边跳舞 但是呢 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它的底色改变了 所以我把它称之为这个所谓的粉色卡 那粉色卡的背面 我来给大家看一下哦 这个相关的资讯还是要什么遮一下下了 然后你来看一下 你就知道说 诶 其实它的背面呢 也是一样哦 就是除了卡片的资讯以外呢 它下半部的地方是透明的 所以就会蛮有趣的一张卡片了 我个人觉得它的收藏价值很高 但是它到底值不值得你就是持续使用 我觉得就有在商榷啦 那开卡行的里面还有另外一个 这个是他们这个所谓的卡友贷的贷款介绍 如果你缺钱的话 你可以跟玉山银行借钱 大概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如果是申请这张卡片 你会拿到就是三个东西 一个是开卡行 在这里 然后是这个广告店 然后还有它的这个信封 然后还有一张信用卡 加起来就是这个样子 非常的简单 明了 所以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开箱的这个部分 就是做一个简单的介绍给大家看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来聊聊这个卡片的权益好了 因为卡片虽然说某种程度会吸引人家想要去申请 但是如果它的权益不够好 其实大家有可能也是会弃之如鼻息的哦 那到底它的权益怎么样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官网 以前这个去年Uber卡的辉煌时期叫做15820 那现在的话呢 它变成了13.8520 就会变成有点难念哦 所以他们也没有把这东西拿出来主打 他们主打反而是这张非常可爱的粉色卡面 然后呢 这就Uber 2.0周年纪念版 你如果想要入手这张周年纪念版的朋友 我这边再跟大家简单做个介绍 就是你必须要把你的黑卡或是这个黄卡呢 先停掉 停完之后呢 才能够在线上进行申请 那这张卡片才会合下来 至于有没有必要这么搞刚去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你就自己决定就好了 那如果你想要申请的话 就是要先把之前的卡片停掉 才能申请新的 就是这样子 那新的卡片其实还是有一些新的优惠啦 因为iCash 2.0的部分 它有在指定通路有加码8% 我个人觉得好像还蛮实用的 所以至少它有一个亮点 如果它没有亮点的话 我跟大家讲真的是可以减掉啦 那基本回馈有一% 现金回馈无上限 现在很多卡片的回馈都是至少是2%起跳了 所以这张卡片我是不会拿来 当做一般的基本刷卡消费 这是完全是令人忽略的部分 那网购的部分呢 它有之前的5%降成3.8% 就是变得比较差一点 那这部分的话是走到明年的2月28号 唉 明年2月28号 就是过点后 我们又要来重新检视一下 这张卡片是不是又会变差了 所以真的是很烦啦 但是没办法 你就是还是只能这样做 那小小亮点提供给大家参考 就是之前有介绍过这个所谓的橘子支 橘子支如果你榜上这张卡片进行做支付的部分 你的任何的在超商做的代收代缴呢 也是会算进去3.8%的哦 所以这也是这张卡片唯一的亮点 因为毕竟如果你要在超商做消费 可能一般的消费是可以拿到其他卡片的高回馈 比如说永丰必备卡 它有给你额外的加码5% 所以5加1就是有到6% 这是在行动支付的部分 那超商就是5%啦 所以你在一般消费的话 你可以用一些高回馈的卡片 比如说或者是我们刚刚讲到的接口 接口支付联名卡呢 绑在接口里面在小七跟全家一用8%回馈 但上限就是刷6666元左右 那这张卡片比较特别的地方 是它可以做代收代缴 在小七使用橘子支 你的确是算在网络消费里面 而且是可以拿到这个600元的回馈上限 就是说刷大概1万5左右 你都是可以拿到这个3.8%的回馈 这是它的亮点 但是官网不会跟你讲 也不要去问你银行客服好吗 你知我知大家心知肚明 自己去解任务赚回馈就好了 那再来的话呢 超商有5% 所以如果你自己本身是喜欢在超商刷卡消费的 那么这张卡片绑在玉山wallet里面 的确是有机会可以让你拿到比较高的回馈 但是呢 其实超商的回馈 大于5%的真的是大有人在 比如说像那个星光的环宇现金回馈卡 星光星光我来给大家看一下 星光之前有做过介绍 如果你真的忘记了 拜托你就是影片拿出来看一下好吗 这个宝可梦可以旁针博影 但是呢 你这个师父临近门修行在个人 你自己还是要去看一下说 你自己想要知道的权益是哪些 还是要自己做功课 总不能够你每次要刷卡 前面都打电话问宝可梦说你要刷什么卡吧 没有那回事啦 所以这个我们的星光环宇现金回馈卡 如果你在全家消费 绑定在Family Pay里面 是有10%的回馈 这个也是包含代收 所以我建议如果你是喜欢代收代缴 解任务的朋友 先去全家解任务 10%回馈 就是1000元拿100拿好拿满之后 真的不够了 再拿玉山宇贝尔卡榜 在这个橘子支付里面做支付 有3.8%回馈 这是目前就是超商刷卡回馈 还给的蛮高的 提供给大家参考 那至于是一般消费的话 其实就有很多 那我就不再赘述 那最后一个缩水的 我也是有点不太想讲的 就是这个 以前是看电影有28%回馈 但他现在变成说 你在任天堂Playstation Netflix Spotify 上面呢 可以拿到这个所谓的 刷1000拿220%回馈 那我个人是觉得 也可以用啦 只是说 我觉得原本是用电影回馈 我觉得还蛮爽的 但是现在忽然间改成这样 我实在是有点不知所说 就是 就是What the fuck 这到底发生什么一回事 所以我觉得 没有想象中那么好用 所以就是提供给大家参考 那唯一的亮点 也是我为什么要办这张卡片来用 也请你要特别去注意的 就是 他呢 有8%的OpenPone点数回馈 那OpenPone点数现在是一点底一元 所以他给你8%就是 你刷100块 你可以拿到8点的OpenPone点数 这8点的OpenPone点数 就是可以在小七 这个统一超商里面呢 进行8块钱的等值商品兑换 他比较没有现在之前那么 厉害的倍数放大的成效 但是呢 他还是有一点回馈可以捞啦 所以你平日在康室美星巴克 麦当劳 用Uberka的iCash功能来做消费 可以拿到8%回馈 这活动是8月1号开始 所以也就是说 在你看到这支影片的当下 已经符合资格了 那也别忘了 要在平日消费 假日的时间不要拿出来用 假日的时间拿出来用 那你就拿不到回馈 所以他还是有点点门槛限制 请大家还是要特别去注意 这样子 好 那他现在有一个熊啾啾啾好看活动 如果您是新户的话 我反而不建议你 就是申请这张卡片 因为他的确没有什么 特别的新户手刷礼 那你还不如去申请 去申请比如说 拍卡或者是比如说 商务预期卡 或者OLI卡之类的 拿一下他的新户买了礼 手刷礼 那你再来办这张卡片来用 也OK啦 但如果你真的就是 只想一张卡 办这张卡 也可以 欢迎上车卡板帆 然后我们就会就是举办抽奖活动 回馈大家这样子 好 所以这是 这活动到什么时候 到 7月31号吧 我印象中是这个样子 好 到7月31号 也就是活动已经结束 我现在已经8月了 好 那就没了 太好了 没了就算了 没差 那你就没有必要上车了 基本上的话就是说 想办就在官网办就好了啦 但是我们下面也有减负我们的连结 有需要直接点的办也OK 基本上 银行该给你的 你都拿得到 这不会吃亏这样子 好 那我们最后的话就是再来回来我们的这个 PowerPoint 好 最后的话呢 我们要跟大家聊一个议题 我觉得蛮有趣的 就是 玉山银行的下半年的动向预测 虽然说 已经下半年已经过一个月了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些东西 是大家可以去思考的 第一个 就是 8月1号 有网友在网路上发现说 玉山银行做了一个公告 这个公告是说 呃 他的信用卡回馈里面开始排除一些特定的交易 比如说 eToro 或者是 emco的部分 我真的觉得玉山是有在看我的文章啦 因为我都有教大家这样做 好 那他现在如果排除的话 那就不要用就好了 好 我觉得 这个 调调大陆东罗马 你想要A好看 还有其他卡片可以用 不见得要用这张卡片 或者是用玉山的only卡来解任务 好 那 eToro或者是这个emco都没有回馈之后 你其实就可以选择用其他卡片入金了 好 甚至使用这个 12起零利预约的信用卡来做投资 也是OK的 好 那再来的话呢 呃 这部分就是说活动是从11月1号开始 会正式生效 现在是8月 所以你还有三个月的缓冲起 然后可以慢慢的去 比如说你要去解任务的 就这三个月赶快解一解 11月1号起呢 系统就会自动排除回馈了 好 所以你就会知道说 其实下半年的部分 玉山已经开始逐渐的缩减了 也就是说 它的银弹其实没有办法支撑它 走很长的一段时间 然后它就是只猛了一年 然后现在要开始缩水了 那没办法啦 人家没有钱了嘛 好 那我们现在的这个 玉山拍卡呢 在8月31号会做权益更新 就是半年的时间已经到了 然后大家又要开始就是 七上八下 它到底有没有改叉呢 我个人觉得几率蛮高的 好 所以提供给大家参考 如果它的权益没有改叉的话呢 那你当然可以去用啊 但是如果又变差了 那你何不跳槽到这个 累计赖宝允点赐的富邦J卡有3% 或者是这个联邦赖典卡有 就是2加2的4%的回馈 这其实都是蛮不错的 提供给大家参考 好 那如果权益真的变差的话 也请你一定要不另于减卡 这样子银行才会知道痛好不好 就是这样子 那预三下半年的行动动向预测 那当然也不一定 说不定有人就是会中奖 所以中了本团如果中奖的话呢 宝可梦就是把那个金额 扣掉税金之后呢 出于跟团的人 有回报的人 我们大概每个人就来评分奖军 然后这个奖金的部分 会用这个加入湖除紫金的方式 回馈给大家 所以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做这个你绝对不会赚钱 而且要花那么多时间 去给每一个人奖金 这真的是做到后来 这个做 可能一天都做不完 但是我觉得好玩 因为有的时候你不是为了赚钱 而去做这件事情 而是为了就是 大家一起同乐的感觉 大家一起习惯纠团 一起来玩 然后一起评分奖金 这种感觉不是很好吗 虽然说就是会累在主办方 要把钱回馈给大家 但是我觉得应该要做 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所以也欢迎大家赶快上车 如果您是YouTube这边的朋友 但是没有看过 就是这是什么活动的 赶快看一下下方资讯栏的介绍 一起来上车 应该是会中奖 然后连续每个月有中奖 每个月你都可以领钱 这是很好玩的部分 所以玉山下半年的动向 大概是这个样子 它的确有在开始做权益缩减 然后也可能会把资源 放到某一些新的活动里面 eFingo到底会不会有什么 新的信用卡 这就蛮令人期待的 如果有的话 我也会第一时间 在网络上面 跟大家做分享 这样子 那最后的话 就是我们的宝可梦金句 总是要来醍醐灌顶一下 到底有没有什么 就是真正跟大家提醒的注意事项呢 纵观今天的开箱影片 你就会知道 其实玉山银行已经慢慢的在往下走下波了 它如果能够异军突起 我当然觉得很开心 但是基本上这个已经是大势底定了 就是不太可能再往走回头路了 因为他们的 这个上面的长官已经换人了嘛 然后整个策略已经开始慢慢的在改变了 所以我个人觉得 不太可能再回到之前的全盛时期了 他们应该开始会慢慢的去缩减权益 然后去打造出属于自己的路 我们就祝福他了 好不好 所以宝可梦金就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让未来的过去 让过去的也过去吧 好不好 其实你抬头仰望 你的天空还是有那么多的星星 你为什么一定要单恋一枝花 永远只守着这家银行呢 就像我之前的影片 在乐天卡的影片 跟大家分享的 这个世界呢 没有永远的敌人 也没有永远的朋友 所以我很感激玉山银行陪伴我们 走过了去年那么轰轰烈烈的时刻 让我们A了这么多好康 但是呢 当他权益现缩的时候 我们虽然不是商人 但是我们比商人还现实 这就是消费者的本色 没有必要跟银行在那边狗狗顶了 他如果觉得不好的话 那我们就大不了就换一张卡片吧 换一家银行来使用 你其实也会过得更开心 所以不用心心念念于玉山银行 也不用心心念念于这个中国信托 或者是心心念念于原营banking 这都不一定 消费者就开始勇敢的做一个 独立自主的新时代 好男人好女人 就是只挑最好的来使用 你这样才不会吃亏 毕竟我们是要投资理财 我们要就是赚取自己人生的退休第一桶金 这些银行的工具都是你可以拿来使用的 所以你没有必要被他们帮助 说真的 早期我想说我们跟银行打好关系 怎么样唯唯诺诺 然后就觉得说他应该会对我们很好吧 结果事与愿违根本就不是这样子的 他们永远只会做商业考量 他没有在在乎这个情面的部分 那你又何必在那边跟他哥哥顶呢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希望今天的分享对你来说是有帮助的 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来说非常有帮助的话 也非常欢迎你赶快来订阅一下 小铃铛开起来最新的市场消息 我会跟你是 就是会送到你的email里面 我会跟你说 那也别忘了公开的按赞留言分享这些资讯呢 给你身边的亲友 让他们一起来理解一下 玉山鱼贝尔卡真的改叉了 但是还是有亮点 喜欢的话就办下来 不喜欢的话呢 就把它剪掉吧 就是这个样子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